還有聊四季 天天無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 伊斯拉夫人對上西班牙人 是天地的 怕他不記住 好 先來介紹一下藍榜 是我們知名選手 MBL 那MBL這次選擇的文明是 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農田的運作效率 有這個10%的加成 而且斯拉夫人本身的步兵單位 也是非常強大的 這個王家四季 可以變成劍兵勇士 讓步兵有擴散傷害效果 那後期也可以轉出一些 這個貴族鐵騎 作為輔助騎兵 非常好用 那貴族鐵騎 在阿拉伯的問題 就是需要城堡量產 那斯拉夫人如果要量產貴族鐵騎的話 也可以藉由自己的銀貫 羅斯堡壘 增加自己城堡的數量 那斯拉夫人的後期主要是打工程器 配上步兵 還有貴族鐵騎的一個主線 那當然他的老頭也是能打的 那斯拉夫人的老頭也是 遊戲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喔 好像是團隊加成吧 增加老頭的20%的速度 欸沒有 這個好像不是團隊加成的 應該是天生能力吧 反正就是可以讓他的老頭 變得非常快速的移動速度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這個西班牙征服手 是一個騎馬單位的槍兵喔 那他這個槍兵呢 可以一直打帶跑 在城堡世代喔 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天敵喔 基本上對方出工兵打的話 也很難反制回去喔 因為西班牙人還是可以拉打 所以西班牙人的 最大的天敵應該是老頭 再來就是呢 西班牙人喔 每研發一個科技呢 都可以獲得一個 黃金加成喔 每點一個什麼 什麼自負技術啊 一級龍一級木 都可以增加20黃金喔 而且他的兵工廠 也不需要黃金喔 就可以研發 一攻一級攻啊 一級射啊 這些的 三攻三防 這些的基本的工防科技喔 就是不需要黃金的 那神下的黃金喔 也可以讓他後期喔 銜接這個遊俠的升級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 那西班牙人後期的主要是打這個 槍兵配遊俠 還有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 再配一些老頭 作為主力 因為西班牙人的老頭呢 也是特厲害的 這個傳教士 著想速度 也可以再變得更快一點點 是那個騎馬啦 不是騎馬 騎驢子的那個 所以西班牙人喔 算是一個比較 多作戰方向的一個衛兵 而居然他基本上 垃圾兵什麼都能打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的部分 目前看到西班牙人上方有石頭 下方有黃金 右邊有果子 左邊跟右邊有兩塊附金喔 看起來沒有到很好 但也沒有很差 但是牧區喔 離的都是稍微有點偏遠喔 這個距離真的是有點遠喔 目前看起來 這個分數大概是只有四五十分喔 沒有很可 雖然他的金礦跟果子在後面喔 但牧區也太遠了 小圍的部分喔 也是要花非常多的資源喔 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然後這邊圍到底 或是這邊圍下來 都可以考慮 所以整體來講喔 前面只要花越多資源喔 去圍家喔 這個地圖喔 其實就不會好到哪裡去喔 但是如果你不圍的話 風險又很高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喔 大家去學個圍家 會比較好一點 從小圍開始學 那MBL的這邊呢 則是 黃金在前方 果子在前方 這跟西班牙人完全瞎反喔 那還好有一塊黃金在右邊喔 可以當作保命金 那還有一個在左前方喔 其實有點差喔 MBL的地圖喔 看起來是 更差一點的 大概只有三四十分喔 或是二三十分喔 都有可能喔 因為如果他要大圍的話 勢必要花非常多資源 去圍住正面喔 那右邊這個地方也圍不太起來 那左邊的地方雖然可以圍到底喔 這邊往下圍 或是往左邊圍圍到底 這樣子 但是他這個前期投資喔 就跟西班牙人一樣喔 都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會投資太多的單位喔 投資太多的村民喔 去圍家喔 導致自己經濟不好 所以這邊喔 這一場比賽啊 也可以考慮直接打強軍事 不圍家的一個作戰策略 只要地圖爛的話 打強軍事喔 基本上不會超到哪裡去的 甚至也可以做到一些 效果 像是怎麼 轉攻為守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目前看到西班牙人 這邊是封建時代18P就補下了 喔非常快 那這邊 絕影也馬上蓋好 補下了一個馬舅 來前壓這個肉馬 那斯拉夫人這邊 只能是存了300多木頭 可能是想要來灑農田嗎 哇 直接點異農一幕 果然是要來灑農田了喔 他這個是要用槍兵手加 然後這節是轉馬舊 但通常點 異農的話 會讓自己的肉馬出來的數量 會稍微少了一點點喔 因為前面的肉類獲取 其實並沒有這麼多喔 但斯拉夫人這個文明很特別 因為他有這個農田的 採集速度的加成喔 所以越早撒農田喔 對他來說也是一種經濟上的優勢 那家裡的話呢 就要趕快用這個槍兵去防守 好 這邊拉一隻殘血的村民回去種田 肉馬也出來了 稍微逼退回去 OK 兩邊都是打一個出兵的一個正常打法 左邊槍兵 在這邊看到也沒有直接過去 稍微守一下 好 那前面防守最後槍兵守住 這邊開始挖黃金 喔 這個挖黃金挖得蠻早 可能是要來出射箭場 直接轉射箭場出弓兵開始防守 好 西班牙人這邊把佳麗前面圍的差不多了 三隻肉馬過來 差點撞到槍兵 但槍兵下面好一隻 這邊看到兩隻槍兵果斷回頭 對面的肉馬數量有點多 這邊互打可能會劣勢 雖然剛剛有高達低 但後方有個肉馬包夾 差一點擊殺掉殘血的 肉馬還是被擊殺掉了 好 斯達夫人這邊存了非常多的肉 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西班牙人這邊多投資了三隻肉馬 讓他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 那MBL沒有辦法有時間把左邊給圍完 這邊稍微圍一下 肉馬數量太多了 這邊進來的話可能會被打到頭破血流 但對手也不敢直接硬打 看到三隻槍兵稍微被克制住了 好 當然這個時間點 斯達夫人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這隻肉 這隻村民也沒有拿下來 有點小小的可惜了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兩邊的攻防戰打得很漂亮 好 這邊的兩隻肉馬 有一隻在前面探查 看有沒有轉什麼奇怪的兵種 或是轉弓兵 目前的話西班牙人也沒有這個想法 好 這邊兩隻槍兵種戳到了一隻肉馬 稍微削減掉了肉馬的數量 這邊開始圍 但圍的方法有點奇怪 就是這裡圍到底 如果是我會想把這裡圍到底 把這邊當門面 好 這邊肉馬繼續出 轉到了五隻肉馬 一升到城堡時代 可能會先轉個清奇病的升級 然後再轉個騎士 結果這邊被抽掉一隻 好 這邊補下了一個二級木 結果沒有轉清奇病的升級 有點直接開雙TC喔 這個肉類需要150 還需要50黃金 經濟上來說有點不太夠 而且這邊直接被維持 肉馬全部被解掉了 哇 斯拉夫人這裡可能要直接轉騎士 或者是轉其他兵種 然後如果要轉騎士的話 雖然可以克制的住肉馬 不然對方是西班牙人 待會可能會開始挖石頭 轉出西班牙的征服者的話 自己的騎士也不是那麼好使用的 而且紅龍被打帶跑 直接被擺給掉 所以這邊西班牙人 要趕快去挖 欸 已經挖出來了 不好意思 他剛在蓋城堡 OK 西班牙征服者一出來之後 MBL這邊就只能靠自己的老頭去反制 而且這邊可能還在補一個修道院 然後多一點的挖黃金 轉出這個神聖思想 才能扛住對方的火槍傷害 不然對方只要三槍 全部開在這個老頭上 就會死去 那如果沒有神聖思想的話 兩槍就去了 所以能夠扛住三槍的人 都不是泛泛之輩 都蠻厲害的 我是這麼覺得 所以神聖思想呢 這個地方還是要點 畢竟對方現在西班牙征服者 只有兩把槍 還沒到三槍的部分 第三槍在後面 好 直接用老頭B退了回去 那斯拉夫人也可以考慮轉弓兵 反擊回去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 在今年的改版 這個遠防 已經變成一加零 試驗室二加零 抗箭矢能力極強 連弓兵都很難反擊回去 那變成一加零之後呢 大量的弓兵 還是可以輕鬆一舉的 反擊回去 那斯拉夫人現在 這邊為了要開弄的關係 轉弓兵的話 有點不切實際 現在直接用3TC開弄 然後加上一些槍兵 然後做為反擊可能就OK了 這邊槍兵過來 要不要圍一下左邊這個地方 然後槍兵跟老頭進去決意死戰呢 這邊可以考慮一下 但這邊打一個多線 OK 修召運有在補 不到兩顆了 好 撿了兩個聖物 哪時候撿的 好 這時候西班牙 補下了青旗兵的升級 要來轉把這個青旗兵變成 更好的狀態 那這樣子 砍老頭的話 就只需要3刀吧 就可以解決掉了 好 槍完全沒打到 好 這邊老頭招翔 但是 雖然招到了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青旗兵在後面追擊 差一點都被收掉了一隻老頭 這邊長槍兵解決掉了剩下的肉馬 還有一隻跑掉 但這邊想要再補一個城堡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也是被招翔掉了幾隻 哇 這邊老頭立大功 招到了非常多的犧牲 哇 這邊打一個雙線啊 好 這邊有城堡了 那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點到地龍時代 那待會地龍要轉什麼 其實也是個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 斯拉夫人轉貴族鐵型 可以做個考慮 作為自己的正面主力 也可以防止對面轉遊俠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步兵單位 劍兵勇士 或者是槍兵 都可以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那如果是要用這個打法的話 需要龐大的經濟 才能打得贏 那還好現在 斯拉夫人現在村民處有點先 94村對上74村 村民差距約為20村左右而已 這20村來說 時間拉得越長 對於斯拉夫人這邊就更有利 這邊西班牙人 重點就是要一直用 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 去偷一些村民 才可以打出一些經濟平衡出來 不然自己3TC比較晚開 經濟上來說 會比較難追得上對手的4TC 但3TC的好處就是 可以更快點下帝王時代 西班牙利用3TC的正常開農特性 而且家裡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擾 直接馬上點下帝王時代 那西班牙人帝王時代 其實優勢並不是非常巨大 優勢點可能是想要趕快 掏出自己的巨型投石機 開始攻城對方的城堡 還有火炮之類的 好 斯拉夫人這邊轉出了貴族鐵騎 也可以考慮轉一些重頭 中頭之類的 或是奴炮 但奴炮部分 還有托石車 都很容易被對方西班牙人 直接被火炮給反制回去 所以現在目前這個階段來說 可能還是要先前壓壓個堡 然後再去轉出自己的巨頭 開拆對方城堡 開始進攻 會更好一點 好 斯拉夫人這邊果然在前方補了一個城堡 左邊的部分 西班牙復者也是往左撞 但好像被NBL看在眼裡 三隻老頭在這邊去吃待發 好 最後再繞進去 但是老頭的數量很多 總共有五隻 好 這時候再看左邊這個地方 再招牆這隻新奇兵 老頭第一時間沒有看到 直接三隻老頭被 直接槍絕啊 哇 損失了三百斤 好 斯拉夫人這時候才開始慢慢升攻防部分 發現最近NBL 他是不是攻防部分都有點忘記的感覺 科技都忘記要升 我們前幾天看NBL打印度斯坦 跟普文蒂那一場 他也是忘記升科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忘記啊 就是有點難點 就是很專心在出單位喔 但是工坊都沒有升 好 這邊升到電話時代的西班牙人 馬上按下兩台巨型遊戲 有沒有補下大學去點下化學呢 好 這邊有一隻傳教士 找到了一隻老頭 好 突然要是直接被貴族可惜爆打一波 好 這裡火槍要反打嗎拉打嗎 還是直接拉回家 那西班牙征服者到地龍時代 不太能打的原因喔 最主要是因為 他的這個射攻擊速度太慢喔 雖然西班牙人來說 他是火氣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但是 跟騎兵單位來比喔 他的攻擊速度還是差太多了 好 這裡升到地龍斯拉夫 可以先點下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老頭的招翔射程 還有這個神權政治 讓自己的老頭 更好招翔對方的單位喔 會比較好 好 這裡補下了衝車升級 好 衝車開頂 不錯 好 補下了三級的馬卡 好 結果補下印刷技術的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這邊還補下了一個異端審判 好 讓自己的殘教士 好 招翔速度更快一點 還有自己 然後加三的這個招翔射程 好 沙菲人果然也是補下了步兵升級 槍斃也補了下去 好 三級馬卡也補了 好 好正面直接拉了一些怪毒鐵漆 拆掉了一台巨型偷射機 正面城堡直接棄手掉 往後側 明明是往左側 好 點一下了護衛技術 這邊村民再稍微補了一下 補到了135分左右 最近比較常看到的是 村民補到135左右 甚至130 就沒有再繼續出了 好 那這個時間點 通常都是在繼續補科技的部分 那如果你發現 你上的帝王實驗比較早 聰明術還是可以考慮補到150吋 這樣你的經濟 科技會更好點一些 好 斯拉夫人補下了大衝車的升級 三級攻略補下 真兵技術也下了 好 西班牙人這時候 點下了經濟西班牙徹服者 這邊就來讓槍兵直接上車 大衝車裡面 槍兵也完全升級好 也點下了印刷技術 步兵的開架也再慢慢升 哇 這一把MBL 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並沒有這麼 太急躁 好 這邊衝車雖然有上車 但移動速度一樣 因為他們是跟沒上車的 重型衝車 一起編隊移動的 所以才會有這種移動速度 不會比較快的一個問題 好 但大衝車傷害非常高 後面還有巨型頭C在開拆 這邊馬上就要拆掉了移動城堡 後方西班牙徹服者 劍撞 要來回首嗎 還是要堅持攻城了 後面有三隻傳教士 好 這邊直接抓到發呆老頭 老頭直接全部死去 但正面的部份西班牙人完全扛不住 直接被拆掉城堡之後 後面的修兜運也爆掉了 好這邊槍兵直接下車開打 戳掉了一些老頭 這個不是老頭 其實起兵 薩拉夫人點下金冠技術 王家四重 這樣子自己的槍兵單位 也會有攻擊擴散傷害的效果 看到這邊攻擊擴散傷害 其實看起來蠻癢 但數量一多 這個 乃利歐就會很可觀 好這邊西班牙回來救一下 但正面的巨型投資機 還在開拆城堡 這邊還有少量的火槍在防守 貴族鐵線也衝進去 開始多線騷擾 但這波還是讓西班牙人 有受到一點小小傷害 這個城堡中心差一點也被拆除掉 主要是農田地方 沒有辦法繼續安全地撒農田 讓西班牙人有點小小受傷到 右邊這邊直接拉了非常多的槍兵 直接上前戳掉了兩隻 三隻騎馬生侶 直接倒地了 三隻床教士 果然還是很怕槍兵單位的 雖然床教士招搶速度更快 但確定就是被槍兵打 也是特別痛的 一個沒空好馬上就會損失掉 西班牙這邊決定是要打的是 洛馬配上西貞還有老頭的路線 那這個打法的話 是很難考慮住 斯拉夫人的步兵打法 所以西班牙正務者 打這個步兵來說 是稍微有點優勢 應該可以打帶跑 但... 真的要打贏對方的槍 這個長槍兵喔 其實很難打 看要不要轉火槍喔 因為西班牙人 火加槍兵 加油響 其實會更適合 他遇到現在斯拉夫人這個隊伍 因為斯拉夫人的重點 是這個貴族鐵鞋 槍兵只是個幌子 所以火槍兵 加槍兵也可以當坦克嘛 然後... 自己再加遊響 去打一個後方騷擾 或是正面跟對方的 過程器單位 對... 可以做一個護換 或是肉麻抵抗的都很OK 但這個打法 需要用大量黃金支持 西班牙人這邊的黃金 其實有點不太夠了 所以還有800 這邊大量槍兵直接衝進來 而且這邊西班牙人 攻防基本上都沒什麼在升 連NBL 甚至還要再更慢一點 甚至連攻兵鎧甲都沒有升滿 斯拉夫人這邊大量的槍兵 跟肉麻直接衝進來 兩邊都把刀肉麻都升級好 斯拉夫人這時候升級了中頭 看來是不害怕西班牙人的遭翔 還有火炮了 好...這一波長兵戳進去 也是控到了一些農田 但西班牙人這邊農田樹 卻還比斯拉夫人還要更多 但沒有關係 斯拉夫人這邊有農田 天生的運作效率10%的效果 基本上跟69片田的 西班牙人農田樹是差不多的 好... 斯拉夫這邊更多的大洛麻繼續往前 還有槍兵 開始轉垃圾兵作戰了 而且這邊三攻三防都有 所以還蠻難...蠻能打的 哇...大洛麻將從槍兵直接出... 過西班牙人正面的部隊 城堡也是被頂爆 哇...火槍射速真的太慢了 好...西班牙人這邊要轉槍兵 可能也很難轉 現在已經進入了...遊戲的末期 這邊要轉槍兵的話... 藏槍兵喔... 一定要再等一下喔 現在已經要瘋狂爆兵 不然這邊就要守不住了 但六龍現在用弱馬去守槍兵 也是...不太好 被抽個幾下就死了 比如坦哥沒坦一樣 很努力在開射 但雖然太多 而且會有炮槍的問題 所以清除對方... 這個無限衝鋒 其實...並沒有到很好 哇...MBL這邊大爆兵一波 工程公司也點下了 該點的科技都有點 後面大量農田 全部擴張出來 讓西班牙人這邊喔 還可以再繼續爆出 更多的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肉馬 好...當然巨型頭司機 已經拆掉了左邊城堡 這邊總共是有... 唉唷...六台巨型頭司機 好...斯拉夫人 繼續爆出更多的農田 長槍兵跟肉馬也在繼續出 貴族鐵席這邊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好...後面有一批大肉馬 也是要上前 但已經被看光光 好...頭槍兵稍微反制了回去 好...這個時間點喔 就可以考慮轉下... 槍兵的升級了 要不要存個六百黃金 轉下槍兵呢 但槍兵互打的情況下 西班牙人可能還是會打輸喔 因為對方有王家四重 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單純槍兵互打 其實也並不是一個很好解的方案 那目前要考慮到遊戲結尾的問題喔 還有黃金需求的供應 一定要轉一個垃圾兵出來扛正面喔 只靠大肉馬 要扛住真的是偏困欸 火箱繼續閃射 好...這邊劇情投司機開拆 如果這邊城堡掉的話 後面的農田就會有危險囉 這邊的劇情投司機 數量來到六台 非常多的數量 看起來是阿夫人 有點綽綽有餘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嗎 黃金怎麼那麼多啊 2500 阿羅馬這邊想要衝鋒一波喔 但家裡有非常多的城堡 這邊稍微微一下 想衝進來直接被拒之門外 但右邊好像有洞喔 很像槍兵走出來了 哇...這個洞直接走進去打到牧區的村民 斯拉夫人這時候已經升級了 精銳貴族鐵器 精銳貴族鐵器 加上化學術升級 好 西班牙人這邊也是 硬擊出了兩台巨型投司機 開始在拆前方的建築 好...少量弱馬 開始在騷擾後方的農田處 這時候斯拉夫人掏出了中型投司機 但是... 大洞馬直接抓掉 但還好 斯拉夫的工程器很便宜喔 好...火箱 要再繼續往前了嗎 先往前射掉一些槍兵的數量 NBL把黃金全部消耗完畢 全部轉租貴族鐵器 想要給西班牙人最後一擊 好...砸掉了後面非常多的巨型投司機 這邊高打低 成功反制了回去 貴族鐵器直接請朝而出 正面直擊西班牙人正面軍隊 但西班牙人征服者 遇到大量貴族鐵器 還是需要拉打一下 好...但拉打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哇...這就是騎兵殺手 西班牙人征服者 雖然擊殺掉了非常多的犧牲 但正面還是被推進了進來 而且這邊大洞馬想要過去拆 被貴族鐵器擋了下來 雖然還是解掉兩台巨型投司機 火槍直接硬開槍 開掉了非常多的巨型投司機 哇...西班牙人這邊直接很果斷 但上方還有一台巨型投司機 在進攻城當中 就拉了一些大洞馬上前硬結 MBL的工程器 突然一瞬間被西班牙給解掉了 西班牙人這邊細節雖然解的不錯 但西班牙人數量也在慢慢下降當中 好...西班牙這邊還有八百多數黃金 MBL這邊黃金數已經快到歸零 這裡買了一百石頭 繼續修理城堡 OK...西班牙人這時候黃金正式歸零了 那MBL這邊還是繼續用少量落馬 串入了農田區 好...這邊再上次上前 但西班牙這部的傷害還是很高 哇...吸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好...正面槍兵又走到農田處 好... MBL家裡也是被少量騷擾當中 兩邊都不遑多讓 但目前看起來 斯拉夫人過得比西班牙人再好一點喔 因為這邊目前有生物上的優勢喔 兩生物 目前西班牙只有一個生物的關係 黃金或許並沒有那麼快速 好...斯拉夫人又回到了 肉馬加上槍兵的組合 哇...貴毒鐵騎 這個打法並沒有一口氣把西班牙拿下 好...火槍再次上前 先硬開槍打巨頭司機 但這個舉動有點危險 那你上前打的話 粉絨被對方肉馬包夾或是槍兵 OK...這邊用大肉馬 解掉了非常多的西班牙征服者 損失了大約快到十隻的單位 從三十幾隻的犧牲變成二十隻而已了 西班牙征服者 雖然一旦下降之後 可能就有點擋不太住囉 好...這裡大肉馬直接上前 硬拆 但是好像在打農田 不是在打巨型頭司機 打錯了 好...牆壁也是往前走 好...後面的巨型頭司機 也是順利拆掉了 但左右兩邊 還是在瘋狂的交戰當中 但西班牙人數 開始有點在下降了 好... 巨型頭司機再次解掉 兩邊的工程器再次無解 右方大肉馬 想要再往前繼續 攻擊MBL的村民 但這邊有槍兵在擋 應該是能扛得住 好...MBL這邊有大量的兵 已經衝到了西班牙人家裡後方 但村民處西班牙人一直有在補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受傷很明顯的感覺 但這張Trace影響到他的肉馬的數量 還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 因為他會花這些肉去補村民 所以導致現在 正面單位感覺沒有那麼多 好...那這邊又有少量的貴族體系 所以繼續分推 這邊直接三線進攻 打西班牙人打到一個措手不及 但是有一點... 快要...撐不住了嗎 哇...這裡三隻貴族鐵器 又有在裁 好...那MBL這邊衝擊數也稍微補了一下 兩邊剛剛都是有點受到小險受傷 那MBL這一回還有空空間可以繼續挖掘 那西班牙征服者其實也可以用在毛邊去撿 那MBL可能考慮到... 斯拉夫這個文明喔 市面有三級色喔 手比較短 會很難打 OK這邊馬郭郭 直接打出了聚聚 先交給馬姑姑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拿下了大部分的資源森林 知道的話則是少數了大約...十左右而已喔 哇...這個經濟量來說 斯拉夫人的10%農田加成還是挺有感的喔 那其他資源量的話也都是小贏的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原來兩邊是三生物跟二生物的差別 那經濟部分喔 兩邊看起來這一把沒有什麼太誇張的部分 都還算OK的 所以這一場所以也可以打這麼久 主要是後面喔 兩邊都是把自己的工坊都已經有升好 然後打到殘局喔 兩邊誰沒有黃金喔 就會變成這樣的局面喔 就會打得非常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喔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 掰掰 Ultimately 不知道 好不好 일단辦的影片 沒錯 gate